好 我用最簡單的 麥卡錫會來嗎 細節我們沒有辦法大膽預測 但是整個邏輯跟推演會是這樣 尤錫坤他到美國去參加這個國際宗教自由峰會演說 然後在全國祈禱早餐會 那看我們駐美代表處有沒有安排他見麥卡錫 我覺得三個字極可能 然後之後昨天亮哥也講 看了也覺得有道理 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一號提出台灣關係法 四月十號在國會通過 所以四月十號通過台灣關係法 四月十號是卡特簽字 對 簽字了 那所以那是有有意義的紀念日 他那一天要來你中國大陸 就國會議長我麥卡錫 我來台灣我走一走我沒幹嘛 之前那個陪洛 各位觀眾朋友 陪洛西去年就是四月十號想來 他後來是確診 所以再往後延 延到八月了 所以如果尤錫坤去麥卡錫來之後呢 說蔡總統會不會再去呢 觀眾朋友 因為從二零二零開始疫情的關係 蔡英文總統已經史無前例 從來沒有這樣過了 民選總統以來三年沒有出國 那外交部 我現在沒有在線上跑 要不然我會去把我們十四個國家做 爬梳很清楚 譬如像巴巴龜五月國慶日 瓜地馬拉九月國慶日 這是一個理由 國事訪問有國慶日 又或者是有大選之後的總統就辭 蔡英文總統就可以去了 上次洪都拉斯 他不敢去 因為有疫情關係 國安單位叫他不要去 是賴清德去的嘛 那到中美洲國家 就一定國進美國 這是最低標準 有疫情國安單位認為賴清德可以去 那所以你不要講這個啦 反正他是備位了嘛 但他願意啊 他好不容易解封了嘛 好 那個我們早晨再談 我的意思是說 游汐坤先去麥卡錫再來 然後蔡英文在可能今年的年中七八月的時候恢復出訪 觀眾朋友我所瞭解啦 現在目前外交部跟這個總統府 希望蔡總統在卸任前出訪的次數是三到四次 所以他就頻繁大概每半年不到就四個月左右就會出訪一次了 那這種時候他過境美國就是最低標準 可是過境如果包含了譬如說回母校 或是到這個美東去走一走 或者是從來沒有現任總統可以到華府去的 那這一次游汐坤去了以後 如果蔡英文總統能到華府的話 2023年還是那個抗中牌 我看到昨天陳玉琛被罵成那樣 我就大概瞭解民進黨還是走回老路 你民生經濟 防疫 民眾都不買單 那唯一一次的大勝就是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的反送中 所以你看到陳玉琛他只是把金酒 賣去中國道路 昨天被多少的民進黨立委罵 說他是中共同路人 他接受統一的前進之下 對不對 上權入國 製造紛爭等等等等 只是陳玉琛 那你之後你看到麥卡錫來了以後 上次佩洛西來四顆飛彈飛過臺北上空 那麥卡錫來了以後 軍機會不會到林街區 會不會到十二海裡 會不會無人機穿越臺灣的上空 到時候金氏局長一提升以後 又打回四 當然我不覺得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是一定一定好 有可能更壞 戰爭越接近 民眾越害怕 反而不投給民進黨也有可能 可是看起來他們是決定賭上去的 壓上去就是抗中牌 那現在美國跟蕭美琴的關係 算是非常好 所以民進黨就靠著蕭美琴 跟美國的關係 美國全壓在民進黨上面 這是二零二三年的 我覺得一整年總統大選的關鍵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